据央视新闻客户端10月11日报道 美国赫芬顿邮报10日发表文章称 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开始考虑离开美国 去其他国家生活 美国肯塔基州陪审团9月宣布 他们不会起诉在路易斯维尔的公寓内 枪杀26岁非裔妇女布伦纳泰勒的警察 美国多地爆发抗议示威 报道称 许多非裔美国人与警察有过令人不快的接触 布伦纳泰勒事件 艾哈迈德·阿贝里曼跑时被枪杀 以及乔治·弗洛伊德事件 令非裔美国人感到恐惧 他们害怕遭受种族主义的侵扰 害怕在工作中遭受歧视 害怕警察无时无刻的敌对态度 更害怕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丢掉性命 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显示有多少非裔美国人 正居住在国外或打算前往其他国家定居 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继续留在美国 这种讨论在接受过高等教育 相对比较富裕的非裔美国人中更加普遍 今日美国以及世界权威旅游杂志 康泰纳士旅行者早在今年8月就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谷歌网站也发现 非裔美国人搜索的如何移居加拿大 词条数量明显增加 赫芬顿邮报指出 非裔美国人的生活比其他人种更加困难 他们的预期寿命更低 死亡率也更高 美国人口统计学家伊丽莎白赖格利菲尔德近日指出 新冠疫情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 即使没有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也比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白人死亡率高 文章还指出 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远高于白人 疫情爆发使得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目前 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大约是白人的两倍 大多数非裔美国人表示 他们只有离开美国 才能摆脱种族主义的压力 感到安全 一名居住在华盛顿的45岁非裔居民表示 经历了过去这段时间的种族主义动荡 以及新冠疫情之后 我再也不想在美国继续定居下去了 今年是我下定决心离开美国的转折点 近期美国所发生的一切都让我心情沉重 早在2019年 美国国家科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非裔美国人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5倍 2020年 人类行为研究所的研究也表明 非裔美国人比白人更容易受到警察的关注 因轻罪被捕入狱的风险也更高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也表明 非裔美国人在监狱中的比例占监狱犯人的三分之一 而非裔美国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仅为13% 英格兰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 英国卫报的美国观察员加里·杨格指出 美国的种族主义更加致命 在其他国家 非裔居民在外面散步时 不用担心自己随时可能被枪杀 但在美国 情况完全不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 Hearing 我 愿 腳 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